今天跟明天來講的話 因為水氣上市比較偏少一點點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迎風面的這些地方的降雨 算是會比較零星一點點 主要還是以午後雷震雨的天氣為主 那午後雷震雨的話 主要就是以中南部地區 以及各地的山區為主 那午後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些局部交道也是發生的狀況 那等到禮拜二之後的話 一直到中秋連假這段期間 可以看到就是說 因為水氣上來講是稍微增多一點點 所以包括像是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恆春半島這一帶的話 降雨的情況就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點 不過以目前的資料上來看的話 這個水氣的增加量其實並沒有說到很多 所以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的降雨的情況 可能還不是到太明顯 主要是以這個局部的降雨為主 至於在中南部地區的天氣上來講的話 則是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不過因為水氣上市有稍微增多一點點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的午後雷震雨的話 可能會稍微比較明顯一些些